今天是我们在兰卡威的最后一天 我们租的车子还没有到期 我们将开着我们的小车车继续去环岛 去一些不知名的小景点去打探一下 到底值不值得去 我们今天要退房了 然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在今天来兰卡威岛上住的酒店的一个环境 同样的价钱 同样的价钱 差不多 就是第一天五十七 第二天六十 今天是六十九 对同样的价格 今天晚上这个环境是最好的 同时它路程是最偏的 因为它靠近山上 前两天第一天靠近码头 因为那边人多 第二天靠近珍南海滩 因为那边人更多 而且它是一个聚集地 第一天晚上一般吧 但是有家的感觉还行 第二天晚上周边的氛围还好 但是它的房间 我们一度以为我们曾经一度以为自己住到了岛上最差的一间 因为那天晚上我们是临时去找的 天太黑了 看不清 而且我们不敢在外面多晃 所以我们就到了那一家 然后就住了他们家 付了钱之后出去逛了一下 发现周边都被他们叫好 而且价格是一样的 对 一度以为我们住到了全岛最差的房间 哇那真的老板过去都不想经营 我们睡觉都睡得不舒服 不干净 很脏很脏 昨天晚上这里虽然说价格也是差不多 但是它的环境很舒服很干净 床很大很软 同样的价格真的差别太多了 你要选择就是 如果你租车的话 这个酒店是非常适合的 也不远 就离市区差不多就五六公里 在燕屋的旁边叫一个什么 酷盒子酒店 对 这边是全自主的 对 还很舒服 很舒服 干净关键是 对 车的价值没有花到最大化 应该走到不睡觉 今天也是我们在兰卡威的最后一天 车子的租车也还没有到 我们就到靠山的这几个小景点去转一转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天后宫 天后宫也是在那个码头边刮镇 来这边看一下 好像是一个道教道馆 对吧 宫是道馆 是一个华人的这个道教 是吧 天后宫 嗯 然后 有这么个事情在 因为 来来卡威你就有两件事情 要么你在岛内 要么你出海 那我们呢 觉得出海太辛苦了 就没去 然后所以租了一个车到处转嘛 然后转到这个天后宫 过来打个卡 去看一看 是吧 是这个意思 对 微微地转了一下 这个是一个 发起人 是一个海南的 马来西亚的华人 祖籍是海南的 发起人 然后才十年 里面供妈祖的 12年修建的 12年开始开图一次 17年完成的 17年完成的 对啊 那没几年了 对啊 那几年了 那几年了 蓝卡威马苏利公主之墓 我们已经到了 它有点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淡季的原因 从那边过来人都没有 而且这些商铺都是关门的 因为最近那个摘介月 全都是关门的 你看到没有 从瓜站过来差不多有20公里 它在两个岛的中间的位置 也靠山 靠山的中间位置 都没有人 而且你看太冷清了 玛丽苏公主之墓 它在里面 里面它是要门票的 十七码币 但是它是这样子 里面类似于一个 像一个博物馆一样的东西 就是给你参观一些东西 大概去了解它的文化吧 然后还有很多卖东西的 就是那种商业街一样的 但是你都需要买了门票才能进去的 我们在外面瞄了一点 商业街都没有开门的 那里面的东西都没开门的 我们就没有去 我们并不了解它的文化 看它样子没有用的 对 而且我们又不是什么 很有文化的博主 是吧 什么都没有 按理说应该有什么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 买东西的 全都是关门的 马来西亚人心也真大呀 一关就关一个月 这在中国早就破产了 关得起啊 哪里都是关着的最近 参观完玛丽苏公主庙 我们继续开着我们的小车在岛上瞎晃 然后看到了路边一个超大的榴莲滩 这是什么品种 这应该不是猫吧 陈阳叫它挑个圆一点的 圆的什么说来着 宝马 啥 我问你英语好吗 宝马 它这多少钱你知道吗 16 马币一公斤 这人民币在 20块左右人民币 放屁呀1.5 1.5 二几块钱嘛 对20多 14几个人民币 一几个人民币 这是什么 这是精准吧 这好像不是猫山王 不用 精准 要买吗 我不想这么会买 我觉得还开算 可以 28 28 OK 28 可以吗 可以 28 这个人民币在 差不多40个不到吧 40块呀 好便宜呀 可以吗 吃一个看看 怎么样 还可以 清理感觉 清理感觉 就是清零 七双马拉麦的那种清零 它不是精神 对 不是猫山吗 还可以 我看看这个里面货多不多啊 还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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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大的这一块 它不卖不卖就坏了 40块钱也挺划算的 在国内那里适合买得到个榴莲啊 2 4 6 8 10 12 14 16个还掉了一个东西 16块肉 这28块钱花的超值 太开心了 我刚刚没有去景点是对的 我去景点可能不会有这么开心 走吧 走吧 南卡维岛上有一个热带水果园 本来是可以参观的 各种热带食物 但是很遗憾 因为最近他们的节假日 没有开 关着的 看到没有 本来开车过来溜溜想进去看一下的 现在只能走了 走了 去下一站 我现在来 买巧克力呀 其实南卡维它是有免税店的 免税的是有香水巧克力 还有 酒 以前还有一些护肤品 但是 没有很高档的护肤品 主要的是 巧克力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 以这个 375克 30块为例的 这个 折合人民币 29块5 折合人民币大概在 29.5 乘以 1.55吧 45 45块钱 45块钱 然后我非常八卦的去 某宝搜了一下 我给你们看是多少钱 94 是这个吗 是这个呢 30 30 理合 里 刘子 真的便宜 这个店基本上全都是巧克力 各种各样的巧克力 你看这种 巧克力糖 这种费列罗 我觉得费列罗拿回去送人 特别漂亮 很好看 全都是各式各样的 全都是各式各样的 巧克力店 这种店很多啊 随便找 没关系 这种也可以嘛 这个其实很好吃 9块9 这个才9块9 这么大一包巧克力汤 我们刚刚在这个超市里买的很大的 随便讲一个大超市都有啊 你看看对面应该是一个市场 一家都没开 再看这附近你看门都是关着的 随便怎么样 这偶尔有一个超市啊什么的 开着的 商场开着 但是也没有人 哎呀 这不开门找吃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午饭都没得吃 嗯 全都关着 去哪里吃饭 啊 吃啥 我不知道吃啥呀 吃披萨吗 那边有个披萨店开着 还是吃饭 太难了 没有东西吃 逛了好几圈 没有东西 只能找KFC或者麦当劳 还有披萨 算了吧 还是吃KFC 吃点 吃一点我们要去机场了 明天早上的飞机 吃好饭我们将坐来的车子开到机场去还掉 接下来就去槟城呢 下一站冰城见 再来就给你 看完 这些人 轻炼的 成林